护心的结局虽然是费,但是十五年过后,竹梨换小烟,凤千硕贤哥都有孩子了,龙主和黑气之主怎么能不安排上呢? 虽然剧中没有,但是还是想把自己心中那个美好的番外说出来。 天药经历十五年,终于找回燕回,带着他正式回到龙主,为了庆祝燕回归来,天药邀请了他们所有的好友来龙谷。 同时,天药决定再和燕回在龙谷举办一次婚礼。 燕回得知后,非常无语,找到天药,再成一次亲,咱俩可就是三婚了说罢,又想到什么?不对,你是四婚了。 天药抓住燕回笔划出来的四根手指头说,之前不算,燕回瞪大眼睛,不算。 他赶紧解释道,我的意思是说,我们前两次成婚,都是形势所迫,这次,我想给你一场纯粹盛大的婚礼。 燕回听完有点不好意思,然后又想起什么,还有上次的聘礼,也要给我。 想起那一箱箱金灿灿的黄金珠宝,燕回就忍不住开心。 这次大婚在龙谷举行,天药偷偷请严先生将婚书写在了龙谷的石碑上,这样世世代代都能见证他们的深情。 婚后燕回抱怨,他们持了十五年相遇,连患小燕和竹梨都当爹娘了,于是郑重其事地将造人计划,哦不,造龙计划提上日常。 五年之后,燕回已经生下了三个孩子,两个儿子一个女儿,性格都随了燕回,经常把他气个半死,搞得燕回很无奈,为什么没有一个孩子像天药的性格,肯定是生的方式不对。 而天药除了照顾燕回之外,还成为了龙谷的超级奶爸,一个人带三个孩子,好在他们虽然性格活泼,但是还算心疼他这个老父亲,因此天药的生活就是类定着幸福。 而幻小燕生了一个孩子之后,就不肯再生了,因为怀孕期间竹梨不让他吃着,也不让他吃呢,实在太痛苦了。 竹梨很无奈,家里两个王位要继承,再生一个就够了,无奈一提升孩子,幻小燕就要闹合理,她只能每次来龙谷的时候,都拜拖燕回开岛开岛幻小燕,可是幻小燕铁了心油盐不尽。 相比之下,凤千硕夫妻作为隐形的首富,一心想着游山玩水,一家四口惬意幸福,只是每年福音的忌日他们都会去龙谷相聚,因为那也是他们重获新生的日子。